斯里兰卡,位于南亚,是印度洋上的一个热带岛国 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及其生物多样性都给予了它丰富和独特的特性 从历史角度看,斯里兰卡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500年,佛教就传入了这个岛国 佛教文化在此得到了深深植根 并对斯里兰卡的艺术、建筑、文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安布拉、波隆纳鲁沃和杨吉里亚等历史遗址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为世界文化遗产 斯里兰卡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从座座山峰、广袤茶园到清澈美丽的海滩 这里的景色充满了多样性 斯里兰卡拥有大量的国家公园 其中最知名的包括雅拉国家公园和敏扎雷尔国家公园 这些地方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可以观察到大象 鹿、豹、鸟类等许多种类的动物 斯里兰卡的生物多样性是其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 斯里兰卡的热带雨林和珊瑚礁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区域 拥有许多独特的动植物种类 此外 斯里兰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适合看金的国家之一 特别是蓝金和抹香金 这两种金在斯里兰卡的海域都有大量的分布 斯里兰卡的文化同样丰富多样 这里的人口主要有两大族群 其生加罗人和泰米人组成 每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宗教、传统和洁性 此外 斯里兰卡的美食也能注目 其菜肴以米和咖利为主 并广泛使用当地特产的香料和椰子 总的来说 斯里兰卡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壮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 自然爱好者还是美食爱好者 都能在斯里兰卡找到吸引你的地方 从经济角度看 斯里兰卡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 服务业和轻工业 其中 茶叶、橡胶和椰子是主要的农业出口产品 斯里兰卡的红茶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 它是世界第四大茶叶出口国 此外 斯里兰卡的宝石也相当发达 特别是兰宝石 被誉为宝石之岛 对于旅游者来说 斯里兰卡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旅游目的地 因为这里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佛塔、古城汉、庙宇等 此外 斯里兰卡的自然风光罗海滩 雨林、野生动物园等也极具吸引力 旅游业在斯里兰卡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政府也在积极发展旅游业 吸引全世界的旅游者 教育在斯里兰卡社会中也很重要 该国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斯里兰卡有着很高的实质率 并且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也一直在增加 以提高其教育水平 总的来说 斯里兰卡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 文化、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国家 这些因素使得斯里兰卡成为一个独特而迷人的国家 无论是对于居民还是对于游客都有很大的吸引力